在我们亲近神,两方面是圣经,一方面是谷告 而圣经就不只是读了就算 读了之后就是思想里面的神的恩怜,神的爱,神的祝福 而圣经是有金句的,金句是什么意思呢? 是有些经文对我们有帮助的 譬如有些经节,耶稣行在水面上 这些经节都是有作用的 譬如耶稣在加利利海的海边 这只是讲过程,耶稣从哪里去哪里 这些经文,有时有些人讲到有什么合议 不过有很多是历史性,那些不是圣经最重要的信息 最重要的信息是耶稣做的事,耶稣说的事,神的恩怜 和神叫我们不要做什么,不要犯罪 那些经文我们就去思想 有些人会去念那些经文 这就是读圣经的时候的思想 而祈祷呢?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是信心 因为有些人会这样祈祷的,神啊我很多病,很多麻烦,很多困难 很多人的问题,神啊你快点解决吧 那这种祈祷呢?基本上就是一个被困难捆锁住的心态 就觉得神是帮不了的 在这样的心态呢,祈祷是作用不大的 有作用,但是作用不大 为什么呢?因为人在犯着 烦恼呢?本来是神的爱中,神的同在之中 是有兴散,一方面是神的灵智又运行 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人,那些里面 就是当人不通,那些不畅通的时候 就会有疾病和各样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有的疾病都是因为 由小时候开始有些不开心,烦恼,激气,各样的问题 圣经又说,罪都可以引起疾病或者邪灵 那这些就是常常阻塞着人 所以我们如果活在一个环境 常常都是一些人令到我们很烦恼 那我们就要选择如何处理 要不然呢,持续就会伤害我们 所以我们第一要深信 这些人是影响不了我们的 如果我们不受影响,我们有神就不受影响 所以在祈祷来说,第一就是信心 而我觉得祈祷我自己很重要 是帮我有力量的就是恩典的祈祷 多些说神的恩典,神在爱我的 多谢主你现在爱我的,祝福我,你陪伴我 你时时和我一起的 感谢耶稣,你围住我,你定义祝福我 都是说神的恩典 尤其是你不开心的时候 譬如很烦,那些人对你不好 即是告诉自己,神喜欢我的 就算有些人不喜欢我,神也喜欢我的 神也定义祝福我的,我是可以开心的 结论都是说我可以开心,可以平安,可以轻散 这个会加强我们对神的信心 然后我们就爱慕神,心喜欢神,感谢耶稣 多谢天父,整个心喜欢神 整个人投入喜欢神,神的同在也会加强 神的同在也会加强在我们身上 圣经说到,我们亲近神,神一定亲近我们 神是住在以色列的赞美之中 诗篇说到以色列的赞美之中 神是住在他的子民的赞美之中 圣经也说到,当那些人一起祷告 神的同在也会加强,带来医治 带来各样的神迹歧视 打仗就打赢,神的同在也会祝福 所以这是亲近神,爱慕神 其实重点不是那些说话 重点是心态 而祈祷有时人就会容易倾向用 只是用言语,原因是 人的运作都是用言语的 但是神的运作是用灵的 圣经说是心灵诚实,敬拜 所以我们敬拜的时候 最好就是学习整个心中的神 在心里发出的 哈利路亚多谢耶稣,多谢耶稣 当你做惯了灵的祈祷 你不一定要开声 心里面的意念就是 多谢耶稣神爱我 意念就是 神很喜欢你,很感谢你 不一定要出字 你出字反而要想什么字 不一定要说字 可以说字,可以不说字 不是在乎你用多好的字眼 是在乎你的心灵有多开通 这样的时候,你用越长时间祈祷 神的同性就越强了 就像谢耶稣太太那样祈祷 他本来紧的又松了 本来忧伤的又释放了忧伤 看得到神是活着的 我们都经常见到不同的情况 有不同的人 是可见到的改变的 有些也有病症 立即改变了 祈祈祷最重要是心灵 这就是我所说的 是跟神关系的祈祷 恩典的祈祷 和爱慕神的祈祷 然后我们都应该有代徒 为到这个世界 为到香港 为到家庭 为到我们自己 而为我们自己 我自己来说 我很少为我自己个人的事情 因为圣经说了 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爱 这一切给我们 所以我很少说 神祝福我健康 祝福我这个 减少我的问题 拿走这些很难相处的人 很难处理的问题 我很少求这些 我觉得这些神一定会帮我的 我多些求什么 神你帮我 不要拦阻神的工作 让你的工作在我身上 让我能够完全信服你 我多求这些事情 圣经都说 先求神的国和爱 你一切给我们 我们自己的事 神会知道 因为 我又不是说 你不可以祈求 你可以的 你可以求 但你不用整天说 因为神是绝对听到的 他都知道你有这个需要 你先求的国和爱 他已经会给你 所以 这是信心 有些人 他常常都怕神不好 有些人会觉得神 虚待他 神是对人不好 这是很错误的观念 这是人的观念 我的病未那么快 神不喜欢我 神不爱我 这是错误的观念 我们有病没有病 我们都说是神在爱我 圣经里面 保罗也有说到他有病 他在加拉太传道 他起初是因为他有病 所以我们不用一定说 有病就是神不爱的 这是一种正面的心态 整天都是 里面任何负面的事 都全部处理 任何自己的负面 例如觉得自己很惨 很凄凉 被人迫害 人对我不好 的确实有这些事情 为什么我们不要反复思想 因为这些反复思想 只是让我们加深负面的想法 因为圣经说很清楚 负面的人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圣经说是什么 圣经说 有耶和帮助我 我必不巨派 人能把我怎么样 圣经的观念就是 你不用理他们 他根本不能够伤到你 你听我说 我根本会祝福你 这就是神的方法 我们就是将人的问题 人对我们说的话 我们觉得人对我们的批评 或者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批评 我们都全然放手 人就会松开 松开的时候 神的祝福就会来到我们身上 但如果人是常常都卡住这些事情 即是常常在意某些事情 在意某些事情 就有问题了 在意人怎样看我 在意人怎样对我 在意我的状况 我们就会失望 当我们有要求 我们就发觉会失望 因为人是有痛苦的 但你越身的神 那些困难就越不苦 但越在意 越介意就越辛苦 就越多问题 所以我们祈祷都是身体问题 压力 压力 忧伤 人的问题 都是很大 那我们怎么处理呢 就是说 人对我们不好 人就有罪 他的问题 我介意 我就会受伤害 我不介意 都发生了 就算我被人打 九十大板 打完 都过去了 如果痛 痛完 身体痛 也会痛 痛完 我都不用再想 他打我九十大板 他骂我 他伤害我 你再想的时候 都只是加佑伤 所以我们就要放手 他的问题 他要交仗 他要面对神 我不用背他的责任 但有些人 我们要处理 我们要处理 和他的相处 我们要处理 不然 我们不需要 我们要继续在意 继续介意 继续被他影响 不然我们有身体问题 既然已经有身体问题 再去担心 又不会好些 那我们能够做 就是我们在生的日子 有多少日子 我们就放松多少 教神 那我们的人 就会越轻松 越轻松 两样的工作 一个就是神的工作 神的能力 医治我们 第二就是 我们自己身体 神给了我们一种 自发的医治能力 你越松 就是由早到晚都很松 很轻松 很开心 身体有自然医治的能力 当然 这些医治的能力 就是我们不能够 所有的病都会医好 因为人们始终有罪 所以未必会全部医好 但是我们就深信 越轻松越好 越看神的同在越好 那么另一种想法就是这样 我们在世日子 譬如我们 当中有人 是有五十年的 还有五十年的 或者四十 三十二十 十 或者有五年的 无论多少年都好 那你有两个方法 生活 一个方法就是 整天都担心这些问题 就算你有多短的时间 但是也很凄凉 那又受苦 又 人又发挥不到 但是我们越是说 好了 我现在有病了 我的时间就这么长了 但我整天都感谢神 整天都轻松 第一 就是活得开心 第二 身体有可能更加康复 第三 神好喜悦 那的时候 我的生命 在这段时间 就更加神中意 我又荣耀神 那神就纪念 神就上次 就是这个 最好的方法 在一个 不好的情况之下 活出 我们最好的一面 越是担心 就越活不出 越是 在神的同在 就越活不出 有时候人在世上 可能剩下很短时间 比如有人很重病 但是他经常都亲近神 以靠神 他经常作美好见证 可能他最后的日子 见证 比他健康的日子更加多 所以我想过 我将来有什么大病也好 我心态就说 我反正都是要见神的 有大病就大病 有大病一样 是要亲近神 享受神 每天都有神的同在 每天都有平安喜乐 那我就不去背着了 就算有多大的病也好 就 是怎样发生 就怎样发生 越是这样轻松 神也越是减少我们的同在 这个是 在圣经里面 就是 心态就是 人能把我怎样 这个人 还可以转做 困苦患难 罗瓦书八章也说到 困苦患难 都不能够 叫我和神去爱夹住 所以任何的东西 我们都不受影响 那人就活得又开心 又能够发挥 又在神的爱 神的喜悦之中生活 越是更加有医治 已经是有种病了 那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呢 越轻松 可能更加健康 又更加开心 就已经是最好 有时 神行神迹 就是将人遇好 就最好 这个是神迹最美好的 有时不医好 又不重要 我今晚都说 有几个圣经人物 都是有病的 就是保罗 提摩太 还有两个他们一起的人 都圣经有记载 他们有病 那保罗曾经祈祷 是很厉害的 但为何他自己会有病 那我们不需要解释 不需要想为什么 就是不需要一定要 就是好像说 神不爱他 连他都不爱 就是不要这样解释 只是说神什么时候都爱 永远都爱 永远都祝福 那人就不受影响 阿姨